喂 大家好 应该人差不多了吧 那我们先开始吧 就是非常高兴今天可以正在这块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OPL社区这边做的一些事情 然后主要沟通内容呢 是在我们在社区日常沟通交流中跟客户的一些问题和一些解决方案 然后我们希望可以把这些解决方案分享出来 给大家做一些经验的分享 然后也希望可以受到大家的一些反馈 然后我们可以碰撞出一些新的一些思维的一些火花 然后看看有没有什么创新的点 是这样子的 然后我们本次分享的标题内容是呢 就是K8S云编协同去优化大规模智慧园区的一个管理 然后本次分享的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我们这一次分享的一个产品背景 然后我们在这个分享过程中 就是这个产品过程中发现的一些问题和挑战 以及我们使用OpenYout的这样一个架构设计 然后OpenYout这边的一些核心特性 最后是一个问答环节 然后本次分享呢 是由我和来自阿里云的这个何林波同学 我叫何林波 对 然后接下来先由我这边来做一下这个产品的一个背景介绍 因为我们这次是做智慧园区的一个改造的一个项目 那么在传统的环境下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园区和园区之间 它其实是一个相互隔离的一个状态 并且呢我们的园区他们的之间的距离是可远可近的 那么在园区的一些基本的一些设施管理方面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边缘的服务器 它基本上分成两种形态 一种呢就是会离我们的终端设备会比较靠近的一点 另外一方面是在各个园区 它自己独立的机房内进行一个部署 那么这样子呢就会带来的一些问题 那么第一点问题呢就是 我们的边缘服务器因为分布比较广泛 我们的传统运维同学呢 他需要去发布一个应用的时候 他经常会需要使用传统的方式 去登录到这个节点上面 然后去进行一个应用的部署 那么这个节点分布又很广泛 它需要重复操作很多次 这是第一个问题 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 我们的那个每一个园区 它可能会部署十几套应用 那么我们有多套园区 那么它还是需要重复去操作这样一个事 那同样也是非常烦的一个事情 非常繁琐的一个事情 那第三点呢 因为我们的传统的客户呢 他可能他的那个技术架构能力不是很高 那他一开始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 比如说一些服务IP的时候 他可能会固定一些死 那么一旦他发生了服务IP的变化 他需要重新去生成 并且发布这样一个应用 又会陷入到前面两个的一个循环当中 去非常的麻烦 那第四点呢 就是我们的云端和边端的网络 没有打通 那在这种情况下 云边业务的互访 是一个很麻烦的问题 那么第五点呢 就是说在传统的环境下 我们的主机包括我们的应用 因为没有接触上云 它的一些监控管理 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和挑战 那么最后一点呢 就是在传统的环境下 我们的客户的一些使用场景 应用部署 还使用传统二进制 甚至是Docker Run的方式去做 它没有接触上云嘛 它也是一个很难的管理的过程 那么基于此呢 客户一开始这边 会有两套解决方案 来去进行一个选择 第一套呢 就使用多集群架构的管理 也就是说我们在每一个圆区里面 去搭建一套K8S 那么我多个圆区 我会搭建多个K8S 那这样带来的好处呢 就是第一个就是 我可以保证我这个圆区的可用性 也就是说一个圆区如果出现了故障 那我的别的圆区是不受干扰的 这是它带来第一个优点 那么第二个点呢 就是说我可以去独立地管理 我当前这个圆区的一个资源 那么我就可以去更好的 去做我的一个应用产品的一个优化 那么第三点呢 就是说我们的这个 第三点呢 就是说它可以更好的去使用 这个产品的一些 那个 sorry 我看一下 不好意思 就是第三点呢 它可以更好的去使用 这个产品的那个 对 它每一个产品的圆区 它可以更好的去 有自己的独立的管理员 或者管理团队去进行负责 那他们的分工会非常明确 不会出现一些协调的问题 那最后一点呢 就是每一个团区呢 每个集群它可以有自己独立的一个安全策略 来保证外部的一个安全防范攻击 这是一个多集群架构的一个方案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它的一个使用 采用单集群架构的方案设计 来使用它的那个智慧源去改造 那这里带来的一个好处就是 它会把云端的控制面放在云上面 然后每一个园区的独立的企业 可以作为一个边缘节点 接入上云 那么这样带来的一个好处就是 第一个 我只需要一个管理员来管理多个园区的事情 它可以提高它自己的一个管理效率 那么第二点呢 就是我不同园区内 我其实是可以去共享整个集群的一些节点 包括网络存储的一个资源 提高我们的资源的一个利用率 那么第三点呢 就是我每一个园区可以去自己独立的 使用我的一个命名空间 包括我的服务 包括我的容器等等 那这样的话可以提高我们自己的 那个资源的隔离独立性 那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它可以去减少我们的硬件和软件的支出成本 这个是客户这边会比较重点关注的一个东西 那么基于以上两个方案呢 客户这边会优先会选择使用 单个集群架构的方式 来进行它的智慧源去改造 那么我们在使用传统K8S的时候 它会发现一些目前有的问题 是需要去解决的 那么这些解决的问题 这边会有三个点 我们来逐渐去说一下 第一个是关于边缘节点自制的一个问题 因为我们都知道 在K8S正常的一个环境下 如果一个边缘节点 它跟云端的网络发生了故障 那如果边缘节点它的心跳 默认情况是五分钟 如果没有上报的话 那么云端会对这个节点的容器 会进行一个驱逐操作 那么有时候可能真的就是 边缘和云端它的网络出现了抖动 或者说什么样子 但是我边的服务器还是在正常运行的 那我边的业务也是正常工作 这个时候如果云端对这个Port 进行驱逐操作 那其实等这个网络恢复之后 会对业务产生一个中断效果 这个是客户不希望看到的 这是带来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 也是在这种云边断网的情况下 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很多的数据 它其实是存储在内存当中的 一旦这个容器发生了重启 它需要在重启之后跟云建立连接 才能拿到一些相关的数据 那这个时候因为云边网络是断开的 它拿不到这个数据 那就意味着它的容器重启失败 那它的业务也会产生中断 这第二点 第三点就是我们知道 每一次不管是你在线还是离线情况下 每次的容器的重启 Cubelet会重新掉CDI的插件 给它生成一个新的容器IP 那如果这个时候因为网络中断 你新生成的IP没有办法通知到别的节点上面 那么别的节点还是用老的IP 给你进行业务访问 那么此时还是会带来业务中断的效果 因为这个是在网络断开的情况下 那第四点就是一个高可用的情况 就是我们在正常的情况下 如果一个节点发生了故障 我们没有办法完全得知这个节点是真正的异常挂掉了 还是说因为网络走动导致的云边网络通信异常挂掉的 这个办法我们没有办法 就是有一个很好的方案去把它探测到 这是第四个问题 然后最后一个问题呢 就是在实际业务场景中 我们比如说像一些IoT设备 像一些AI设备 我们需要把这个算法或者服务部署在固定的节点上 因为我们的边和端是在一体的 我需要做一个节点绑定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即使出现异常或者说需要迁移的时候 这种场景下我们是不希望业务进行一个迁移改造的 所以我们希望这个业务和这个节点进行一个强绑定关系 这是发现对于边缘节点自制这个情况下 带来的一些问题和挑战 这是第一个方向 那么第二个方向是关于工作负载的一些挑战和需求 也就是说在整个边缘场景下 我们的节点可能会很多 那我们的客户 我们希望是说我有一个统一的地方 去维护同一类的边缘节点应用 而不是说我独立的去给每一个员区 每一个应用去做不同的deployment 或democitor这样的一个部署 它是希望有同一个地方去管理 这是第一点 那么第二点 它也就是希望说我部署的这个应用 我可以做一些差异化的配置 也就是说我可能只是做一些 比如说副本数 或者是镜像数的一些不同 但是大体是一样的 我希望做这种差异化的管理 然后第三点呢 可能客户他希望我边端在升级过程中 是和云端独立开的 就是我边端可以自主去选择 我需要升级哪些服务 而不是说通过云端 统一地进行调控和管理 他希望边缘和它的升级是独立分开的 那么第四点就是他希望有一个灰度发布的过程 也就是说我可以在一开始选择部分节点进行或发布 而不说全量的发布可以保证它的业务的一个可用性 这是关于工作负载这边的一个需求和挑战 那第五下一个呢是关于网络这边的挑战 这边我大概列了三点 第一点呢是关于服务拓谱 也就是说我可能有不同的园区 我希望在云端一次性部署同一个服务 但是我希望我在不同的园区内 我获取到的这个容器的一个访问节点 是我在这个园区内自洽的 也就是说我自己访问自己园区的这个服务 我不需要跨园区访问 这是我需要的一个服务top的一个能力 第二个能力是关于流量复用的能力 也就是说我同样的一个上云 那我可能就是比如说正常做一个节点的更新 我的endpoint会发生变化 我的port ip发生变化 endpoint发生变化 那么这样的更新 我如果整个节点池会很多的话 每个节点很多的话 那我可能会产生大量的流量 往每个节点去更新 然后我们这里的客户 因为是云和边它的带宽是非常有限 很昂贵的 所以客户希望去减少这部分的成本支出 这是第二点 然后第三点呢 因为我们都知道正常的边端 是在一个独立的私望环境下面的 然后客户有时候 如果你要用K8S去管理的话 他希望可以打通云和边的网络 可以做到运维命令的操作 比如说正常的查看日志 包括ESEC登陆到这个容器内去做一些访问 他是希望可以正常的进行云边运维操作的 那么基于以上这些东西呢 客户最终他是决定使用K8S加OpenL的方案 来解决智慧远期的这样一个改造 那么我们先看一下它改造之后的一个效果 那我们这个客户呢 他目前可以做到就是不同的园区的每一个企业 作为一个节点来进行接入 那么可以达到目前他的园区内 有500多个边缘节点来进行一个访问 这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他可以已经部署了1000家的一个工作负载 来进行不同园区的这样一个业务的升级 包括部署 那最终呢 还有一个效果就是 他可以通过我们的流量忽用的功能 去节约它云和边的这样的一个流量带宽的省流模式 省流的效果 目前是可以达到80%的 当然这个东西是一个平均值 我们是根据你每一个园区内的节点的数量 来做一个统计的 你节点数量越多 那你省流的效果会越好 因为我们是只用一份的 那么具体我们OpenL的是怎么样解决这些问题 以及它的架构方案是什么样子 交给我搭档和林某同学来继续进行的分享 OK 好的好 谢谢 谢谢赵正 OK 接下来我会就是针对赵正前面讲的这些背景 以及这些挑战问题吧 然后讲一下OpenR的一个具体的一些细节 技术细节 首先OpenR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就是说当时定的那个slogan 就是说他是想 Extending your native Kubernetes to age 所以他首先其实还是 就是他没有去改Kubernetes 就是说他是把Kubernetes应用在这种云边端协同的场景 因为我们知道Kubernetes原生是说 他其实初创还是面向数据中心 一个数据中心里面来运行的 那么在云边端这种协同的场景的话 其实是刚才说的 赵正也介绍了 有面临很多很多挑战 是吧 有边自制的 有网络的 有工作负载管理的等等那些挑战 OK 那我们这边的话是OpenR要解决这些问题 那他我们现在主要两个的这个Design的那个Principles 就是说我们的一个设计的一个设计的一个原则就是两个 第一个是我们对Kubernetes我们没有做任何修改 我们是一个Build in KBS 就是说他还是就是可以跟KBS生态做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 那个一个集成 第二个就是说他 他是比较易于集成的 就是说他一个是可以很好的集成别的系统 比如说我们跟Edge X Foundry社区 其实有很好的合作 我们可以把很好的把IoT的这种解决方案给集成进来 第二个他本身也可以被很好的被别的系统去集成 比如说在一些IoT的场景啊 一些CDM的场景他们可能都集成了OpenR的来做 比如说我们这个案例的话是智慧员区里面 他们就很好的把这个OpenR的集成进去了 那个集成进去了 然后我这个左边左下方这边列了一下key feature 然后比如说我们有很强大的这种边缘自制的能力 有很好很标准化的这种跨地域网络通信的能力 以及有多地域的这个工作负载管理能力 以及也有这种云原深的这种 云原深的这种边缘设备管理能力 这块主要是跟EdgeX Foundry社区 做了一个很好的合作 然后EdgeX Foundry社区这边 目前只要有新版本发布的话 我们可能就社区这边 它有一道自动化的一道工具 然后可能就是10分钟左右的话 就可以把这个EdgeX Foundry 这个社区的新版本集成过来 所以然后这边也是 OpenR社区IoT是一个他们同学做的一些工作 所以跟这种成熟的IoT解决方案也是有非常好的一个合作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OpenR的一个架构 架构的话还是云边端一体化或者是云边端协同的架构 然后在这个图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在云上的话 就是说我们新增了一个组件叫Yarmanager 这个就是它是跟 主要是集成了我们在这种云边端协同里面 需要的一些controller 以及一些外部护克的组件 然后在边缘的话 或者说我们在边缘的话 因为一个园区一个园区 我们首先抽象了一个叫NordPool的一个概念 就是一个节点分组 它一个园区那么有一批节点 那么这些节点可以组成一个NordPool 然后每个NordPool里面可能有很多个基点 这些NordPool里面呢 除了原生的Cupert的Proxy 以及其他的一些Add-on之后 我们新增了两个组件 一个叫Yarmanager 一个叫RevAgent 这是节点上我们先新增这两个组件 另外我们在NordPool 就是一个园区里面我们也新增了两个 一个叫就是园区维度 我们新增了一个叫Yarmanager 一个叫YarmanagerioTDocker Yarmanagerager主要是做一些协调 就是它做一些KV存储 以及分布式锁的能力 主要提供这两块的能力 然后IoTDocker呢 主要是和IoT解决方案 比如Edge X Foundry 这种解决方案去对接的 就是说把IoT的一些解决方案 然后跟云云生的这种解决方案 给集成起来 然后大概就是这样 就是整个架构可能就是一个 反正是非侵入的一个架构吧 然后所有的OPR组件 也都是以这种Add-on的形式 以及一种这种旁路的形式 然后介入到这个系统里面 OK 然后我们接下来会来讲各个KV存储 首先我们 首先讲一下那个边缘资质的这个能力 首先的话 我们就是当这个 其实云俄边之间啊 它是通过这种公网去 一般是通过公网 就是我们这种WiFi网络啊 或者说4G啊5G网络去连的 就是边缘可能是离生产现场比较近 比如我在一个园区内部对吧 那么它中心机房可能是在 在另外一个地方 然后他们是通过公网去连接 那公网连接的话 其实很有可能会因为一些 这可能未知的原因啊 它这个网络出现断连 比如说我这边的话 我就有一个Edge Node 我就我画了一个Lieoff的一个 就是它这个网络断开了 那么网络断开的情况下 比如说我们这个节点要是reboot一下 它重启的话 那么在原生Kubernetes里面 它其实这个节点重启之后 它这个节点上的这些Pod 是没有把我恢复的对吧 因为它这个Kubernetes 它重启之后 Kubernetes需要到API Server这边去拉取这些 Pod的这些原数据 但是因为你现在是网络断连的 那你显然就拉不到 拉不到的话 那这个节点上这些Pod 你就肯定就没有办法启动 所以在这种云边协动的场景上 那么原生Kubernetes 就是没有办法解决这种问题 那我们怎么来解这个问题呢 就是我们肯定要在边缘节点上 我们要存储 要缓存这种Pod的这种原数据 对吧 那我们怎么来缓存呢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 就是来比如说要你来设计这个问题 你来怎么来解决 比如说在边缘你怎么去 把这些Pod的数据缓存下来 比如Kubernetes要了这些Pod的数据 或者Kubernetes 他们自己的这些网络相关的资源 那怎么去缓存呢 那首先其实可能 大家首先想到的是说 我是不是可以改一下Kubernetes 我把Kubernetes改一下 让Kubernetes来把这个缓存的能力加上去 对吧 我让他把这个数据Pod的数据缓存在本地 那这样的话 当网络锻炼我重启的话 那Kubernetes可以把这些数据给 把本地缓存的数据然后提取出来 然后把这个Pod的启动起来 对吧 当然这是一个解决方案 但是在Operia的里面呢 我们的想法还是不太一样 就是我们因为是一个非侵入的 没有去改BS的东西 那我们做的呢 是这个方案呢 是这样的 就是其实在我们程序员 其实有一句非常 非常著名的一句话 就是说 没有任何问题是解决不了的 就是你要 就是通过加一层的方式 是没有任何问题解决不了 就是说你当 当这个软 当这个系统的时候 你发现要解决一个问题的时候 你不太好在原有系统上 你不太好解 那我们就加一层 那我们这边其实就是用了这个方式 我们在编辑里面 我们加了一个组件 Yahub组件 就是每个编辑里面上 我们都有一个Yahub组件 它会接管所有的这种 原生CAPAS的组件 跟云等的通信 跟API Server这种通信 比如说Cupular的Cuproxy 你所有的Add-on 这些组件都是无感知的 它所有访问API Server的流量 都会自动进过Yahub 同时Yahub呢 从API Server反过来的这种Response 这种反过来的这个Metadata 管控数据 它都会在本地Cache 这样的话 当云边网络端开的情况 那么它就可以利用 这些组件连到Yahub 那么Yahub可以利用本地缓存 然后给每个人返回 所以它这个方案就是 有一个好处 就是说 那我首先不用改CAPAS的吧 Cupular的Cuproxy 这些组件都可以 无缝去用 就是它 而且是无感知的 第二个是说 比如说你原先 你要去改Cupular 那你改了Cupular 那Cuproxy怎么办呢 你Cuproxy 那你也改嘛 或者以后你其他的组件 对吧 你也要访问API Server 那这个扩展性就会成问题 那么通过这种 我们加一层的方式 加一个组件的方式 把这个 就是我加了一个节点 一个Sally Cut这样的方式 那么这个问题 就是扩展性的问题 就很好的解决了 对吧 然后这个地方 我们其实大家可能也知道 就是边缘的这个 就是说你断网的情况下 边缘自己的缓存能力解决之后 那么在云端的话 其实有一个 就是说我们CAPAS里面 有个Nord Life Cycle Controller 它会对这个Port 做一些驱逐操作的 对吧 因为你这个节点 这个网络断开 这个心跳不上报 那么即使在这个心跳 这个断连 心跳丢失之后 其实云端40秒的时间 它会把这个节点的 这个状态 制成那个Nord Ready 然后5分钟之后 就开始做Port的驱逐了 那这个显然是 在这种云边协动的场景 是不符合 这个用户的期待的 因为你边缘这个节点 是OK的 只是说因为这个网络 可能有一些抖动 或者有一些超时 那你就把这个Port的驱逐了 那肯定是有问题 那这个问题怎么来解呢 那OK 那我们其实还是要继续用这种 非轻二的方式 那我们的解决方案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使用了一种 心跳代理机制 就是说我首先 Cooplet的这个心跳 上报到YadHub之后 一个是继续会上报到 APS7这边心跳 另外一个呢 我们是接近指令们 因为有YadCordinator这个组件 YadCordinator呢 它会这个心跳 也会上报一份 给YadCordinator 就是这个心跳 它会在YadHub这边 做一个复制 一份是原封不动 报给云端 一份是报给自己 NordPort里面 这个YadCordinator 那同时呢 我们每个节点上的YadCordinator呢 它可以基于YadCordinator 这个分布是锁的能量 做一个选举的操作 那么选举的这个节点 它会成为Leader 当然Leader它有一个条件 就是它必须跟云端的网络 是连通的 那OK 那当比如说某个节点 比如说我们最左边 假设最左边这个节点嘛 它网络端开的情况下 那么它上报到云的那个 心跳就上报不上去了 但是它 因为它是在同一个 同一个园区里面 对吧 它是在同一个 这种内网的环境 它报给YadCordinator 其实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它心跳 还是在YadCordinator 报上去了 那么另外一个 第二中间这个节点 它是Leader对吧 它就会发现 心跳那边 这个左边这个节点呢 心跳报不上去了 但是它已经在YadCordinator 这边有一份 那么YadHub 这个Leader的YadHub 它就会替它 就是我们中间这个红线 它就替它把这个心跳 上报给 上报给云端 所以这样的话 虽然是有一些节点 你可能是因为 网络有延迟 或者有抖动 或者有 可能就是网络锻联 那你上报不了 那么我们由 其他的 这种Leader 其他的方式 就是你同一个组里面 同一个园区里面 其他的健康节点 帮你把这个心跳 汇报给云端 然后解决这种 心跳丢失的问题 然后从而就是让 这种边缘可以 这个业务保证 一个持续稳定的运行 OK 这个是 然后OK 我们这个边缘资质 大概 其实边缘资质 也非常复杂 但是我们也没办法 每一个细节去介绍 就把一些重要的点 可能介绍一下 接下来我们 我们讲一下 就是多地域的工作负载 多地域工作负载 就是刚刚讲到 就是我们有各个园区的吧 有多个Nordpool 比如说我们这个图里面 有两个 比如说杭州北京 那其实我们每个园区 部署的应用 其实都比较类似的 比如说我都是要 一个工厂 对吧 或者说我一个园区 我部署的都是这种 比如说监控类的 或者什么样的业务 部署上去 那我们怎么把同一个 这种同一个应用 部署到不同的园区呢 首先大家想到 这个原生 Kubernetes里面的解法 就是说 那你就创建 每个园区给它 创建一个Diplomator 对吧 比如说我要是无状态的 那你就创建Diplomator 有状态的 你可能创建Set of Set 那这样带来的 就是我们左边这个图 比如说你都是 同样的Diplomator 可能名字不一样 然后就给你一个 比如说杭州这个园区 创了一个Port 北京那个园区 也创了一个Port OK创出来了 但这样的话 带来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复杂性 等于你比如说 一个集群里面 你要有很多个园区 你管理的话 那你就可能就要管理 同一个应用 你就要管理很多Diplomator 比如说假设我们举个例子 比如说你一个园区 有20个应用对吧 然后一共有 比如说有10个园区 那么你其实你就一共要管理 20乘以10乘以 管理200个Diplomator 那你可想而知 那你这个管理的成本 其实是很高的 比如说你要作业发布 或者作业升级 那你去做的话 其实是非常困难 第二个就是说 比如说假设这个应用 还是通过Service来访问它 比如说这个应用是 其实还使用了Service的话 那你这个 你可能还需要为 因为你要每个园区 就布一个Diplomator 那你可能还要为 每个园区的应用 去布一个Service 对吧 那这个就更麻烦了 因为Service 大家之间互相访问 这个Service 可能这个名字已经固定了 如果是你要是 可能还要设计到 一个轻松世代 去改代码 才能让这个业务 在这个园区跑起来 OK 那我们看一下这种 这个问题 这样有这个问题 那我们在OpenRT里面 是怎么解决的呢 我们是这么解决 就是我们其实 新建 就是新建 我们新增了两个CRD 一个叫ERAPP SAT 一个ERAPP DEMO 其实看这个名字 就能看出来 就是APP SAT的话 就是说 我们是 其实是管理 多个捷影池 或者多个园区的应用的 那么这边 我们左边这个图上 就是我们 可能只要你把那个 workload的 template都弄好 比如说 我们现在支持Diplomator 也支持SAT 你把它在Template里面填好 另外Pulse 你一填 你可以选 比如说选好 杭州北京 那么就正常 这个CRD 你就写好了 这个模板就写好了 然后提交给集群 就可以了 集群里面 它这个ERAPP SAT的Controller 就会自动往每一个 往杭州和北京的 接电池里面 去部署 它要的Deployment 那么这样 我们看这个图上 那个北京和杭 就是你写一份CRD 你就可以在北京和杭州 这两个接电池里面 各自创建一个Pulse 对吧 OK 那这个就解决了 这个多地域的 这个同一类型的 就是工作负载的一个部署 那这样带来又有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说 这边的话 因为是基于同一个模板 对吧 那么等于每一个地方 部署的这个应用 都是同一个 就是玩 比如实力数是一样 镜像是一样 甚至其他的 比如config map 或者说其他的一些 比如volume volume mount 等等其他的东西 全部都是一样的 那比如说我们每个园区 其实是有一些 个性化配置的需求 比如说我的实力数 可能就需要不一样 比如说我杭州 这边两个节点 那我可能我其实 一个实力不够 我可能需要两个实力 那我们怎么去解决 这种问题呢 OK 在OpenR里面 我们是 其实这个灵感 是来自于 这个CAPS的RBAC 这么一个想法 RBAC的话 就是说 它是基于 那个class row bedding 把这个用户跟他的 这个全线 class row 这个东西做一个绑定 那我们这边的话 其实也是个这样想法 就是我多低于工作负载 那么它是一个 这种静态的 一个static的 一个模板 那它的配置呢 是一个动态的 可能是用户需要去修改的 那我动态的那个信息 我是不是也可以 利用一个这种 这种东西 就可以把那个配置 跟它这个模板 去做一个绑定呢 那这个就是我们 我们这边做的 就是说我们 我们自己 我们又定义了一个 叫亚的APP override的 一个资源 然后这个里面去 用户就可以写这种 它到底跟subject的 它是绑定在哪一个 overload 这个workload的上面 然后同时可以去写 它自己的一些 这个每一个节点值的 一个cofiguration 就可以写它的配置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亚的APP override的 它的一个 下级的一个定义 我们可以从下面往上看 就是最下是 亚的APP override的 一个结构 就是说 当然正常的 前面有type of matter object matter 这是正常的 这个就是object的 一个定义 然后接下来有subject subject的呢 它其实是 我们可以看到 它其实是指定 就是你到底 跟哪一个workload 就是哪一个 亚的APP set 去关联的 然后第二个字段 就是entries entries 当然这边可以是 entries可以是多个 是一个slice的一个结构 那么entries里面 有pause pause就是你到底 这个entries 你这个configuration 是应用在哪几个 节点池上面 就是你这个节点池 这边是 你可以配置所有的 可以配置部分 这个是按你的 一个需求去配置 比如说配置好 然后另外是item的话 然后接下来就是item和patch items里面就是 它是做一个 一个基础的一个渲染 就是我对整体这些 节点池里面做 比如说我镜像 或者replicate数 我可以做一个基础的 一个渲染 然后比如说你要做一些 高级的配置 比如说我要做一些 比如说我volume的修改 比如说我在 或者说做一些 coffic map 其他的一些 就是任意自动的修改 那你就可以经过 这个patch来做 patch就是说 比如这边定义了 可以去增加 可以去移除 可以去replace 等等这些动作都可以 然后你就正常去 可以对这个 对你这个 指定的园区里面的 这个deployment 做任何的修改 它的这个实现是这样的 就是说 比如说我这边 写了一个压的appset 然后同时呢 我写了一个app overrider 那个行主的replicate数呢 我就写成r了 然后这两个资源 提交给api server之后呢 然后那边那个 deployment webhook 就会做这个 deployment的拦截 拦截之后 它会根据这个app overrider 里面的这个信息啊 然后把这个deployment 这个replicate数 做一个调整 然后这样的话 deployment 我们就可以看到 下面这个 行主这边就出来了 两个port 然后北京还是一个 所以它这个 其实是一个 把动态跟静态分开 而且整个这个设计的话 是一个这种非偶合的 而且它是可以做 任何自断的 一个修改的一个东西 这么一个能力 所以它整个对这个 多地域的一个配置管理 是非常非常强的 就是多地域工作复杂的 配置管理是一个 可以提供一个 非常非常强大的能力 而且整个扩展性 后续你要新增 其他的一些workload 那么这个app overrider 也可以做很好的一个 那个一个适配 OK 这个是多地域工作复杂 配置渲染的 这么一个能力 然后我们接下来 看一下OTA的 就刚刚提到 就是说我们在很多场景 其实它很多这种 园区里面的工作复杂升级 它其实不想去 由中心去控制 中心你可以做版本发布 对吧 但是你边缘接力 上这个东西 到底要不要 这个port要不要 到底要不要做升级的话 其实是由边缘的 这个园区的管理人员 他自己来决定 我不希望 就是你云能 可以发布新版本 对吧 但是我整个升级 我是在边缘这一台来执行的 那么这其实有点像 我们现在的这种 新能源汽车里面 做这种OTA一样 就是说 你可能新能源厂商 我可能发布了新版本 对吧 但是这个车 要不要升级呢 肯定不是 发布了版本之后 马上去升的 而是说这个车主 自己决定什么时候 去做升级 那这边我们其实 在园区里面 也是一样的能力 那我们这个实现呢 其实是这样的 就是比如我们以 Demoset为例 Demoset的首先的话 它是就是说 你要加了一个orientation 就是OTA的一个 这个update strategy 选择OTA 当然它另外 它原生的那个 strategy是必须是 on delete 然后这个 比如说你首先第一步 比如说发布了一个新版本 发布了一个新版本之后呢 它就会 把这个upgrade的 这个available的这个信息 它会写到这个port里面 然后就会这样边缘的话 它就知道有一个 这个port其实是 可以作为 有一个升级的一个状态 就是可以做升级 然后在边缘这边 比如说这个操作者 它首先是 在我们YatHub里面 提供的这种REST API 它首先可以去query 就是说 我看看是不是可以升级啊 比如说他get说 目前可以升级 那么就可以第三步 就做update update的话 它的操作 YatHub这边 它其实就发起了一个 deleteport的请求 这个port delete完之后 那么云端的Demoset的 这种 controller的话 它就会开始做 这个新的port创建 然后cuber的这边 就可以通过这个port的sync 然后把这个port给创建出来 所以整个流程的话 可能就是大概这样 就是整个应用的发布 是云端 集中管理者去做 但是这个应用的升级 是由边缘资源的 所有者去做 所以它就整个发布 或者说 以及这个升级 这个操作也是分开的 然后提供这种边缘 这种应用的 一个OTA升级的能力 OK 然后这边的话 就是我们 刚刚就是多地域工作复杂的 这个能力 我们就讲完了 就工作复杂这边的一些需求 然后接下来我们讲一下网络 网络的话 首先我们讲一下 服务托普的一个能力 服务托普刚刚刚其实讲到 就是说 比如说我这个应用 这个port 我部署在了杭州和那个 就是比如说port B 我部署了在杭州和北京 那port A要去访问port B 比如它是通过service去访问 我那个右边那边写了port A 通过访问port B的service 要是在原生Kubernetes里面呢 它这个肯定是 它这个流量 这个请求 应该是均匀打到 后端两个实力上 对吧 但是在我们这种 智慧园区的场景 它其实是说 我是需要这个A访问B的 这个流量 就是在自己同一个园区上面 而不需要跨园区 对吧 对吧 那么我们这个 在这用户的这个期待 既然我们原生Kubernetes 没有办法满足 那我们在 OPR里面怎么去满足呢 我们又不想改Kubernetes 那我们怎么做呢 大家 比如说考虑一下这个 思考一下这个 我们怎么去实现这个东西 会比较优雅一点 我们现在这个链路上 我们已经加了Yahub这个组件 对吧 这个比如说 KoopProsy是通过Yahub 来访问API Server的 那当然我们可以在Yahub里面 我们把这个 我们加了一个 在Yahub里面 我们内置了一个 叫Data Fairing Framework 它是一个可编程的 一个数据过滤框架 所有从云端返回的 这种Response 我们都可以做修改 做这种无感知的 是用户无感知 然后非侵入的一种修改 比如说这边的话 比较 只要你给Service 打了这种annotation 比如说是一个 这种Footop的这种annotation 他们他就可以来 触发这个 当然这个请求 这个Anypoint size 这个请求 经过这个Yahub返回的时候 他就会触发这个 我们叫那个 Service Topology的一个filter 那么他就可以 重组这个 Anypoint Slice 这样的话 CoopPonsy收到的 这个Anypoint Slice 这些数据 就是满足这个Service上面 这个Footop的配置 所以这样的话 就也是非常优雅地 解决了这个 就是说 它的一个Footop的一个需求 OK 接下来我们继续看 网络问题就是说 关于这个跨地域的一个 跨地域的一个 跨地域的一个 这个网络访问的一个能力 然后我们在 其实这个 首先看这个架构图 就是说 首先我们在云端的话 可能这个节点 它其实是有公网IP的 有Public IP的 因为它是中心机访问 对吧 它要提供 它部署的这些Master在里面 不是ABS Server 这些东西在上面 所以它其实要有个公网IP 那么在边缘 在这个智慧 各个智慧园区里面呢 它们其实各个节点 都在Net的后面 就是它是在 防火墙后面的 它可能可以 出公网去访问云端 这个Master 但是云端这个流量 肯定是流不进来的 你肯定没有办法 主动来访问边缘的 因为你边缘在 防火墙内部对吧 那这个肯定是 没有办法访问 所以说我们原生的 比如说这种CNI 容器网络方案 比如说你Fnano 这种方案 那你部署上去的话 那你边缘内部 就是一个园区内部 这些Port之间 互相访问 那是没有问题的 基于Fnano是可以OK的 但是比如说 你要跨原区去访问 比如说我云和边之间访问 或者边和边之间访问 那肯定 Fnano肯定就解决不了 对吧 同时比如说 我边和边之间要访问 那其实这个 这种其实有的时候 也是会有这种需求的 那我们怎么去解决呢 在我们 首先原区内部可以解决 那么我们跨原区 怎么去解决这种访问 而且我们又不想去 就是又不想去改capacity的东西 就意思说 我们CNI的东西 还是可以在原区内部发挥作用 但是跨原区的东西呢 我希望有一种解决方案 来解决这个问题 那这边我们是有一个方案 我们叫Reven Reven的一个方案 这个Reven这个词 其实是 当时也是社区讨论出来的一个词 叫 它是从那个权力的游戏 叫度压 里面这个就是传递信息 它叫跨地域传递信息 这么一个名字 所以这个名字 然后大家投票 最后选上了这个名字 然后这个Reven这个组件呢 我们看到 看到每个这个框里面 除了那个flannel之后 我们也布了一个Reven Agents的一个组件 这个Reven Agents的组件呢 它是在每个节点上都有一个的 那首先每一个节点池内部 每一个Nordal Pro 每个圆区内部 有一个Reven Agents 它会被选择 会被Select的成为这种Gate-Win节点 这Gate-Win节点选择之后呢 它就会跟其他的Gate-Win 跟其他的圆区之间 建立这个VPN隧道 因为他们比如说 我边缘就可以跟云端的这个 建立一个VPN隧道 那这个隧道的话 它其实是 我们现在是支持IPsec和WireGuard 两种协议的 那么这个隧道建立了之后 那么就跨圆区之间 这个网络就通了 对吧 OK 然后我们在每个节点上 这个比如说 我不是这个Gate-Win节点上的 这个Reven Agents呢 它就会在本地配置一些路由规则 它配置路由规则 我是可以根据这些Port的CIDR来配置的 比如说我发现这个Port的访问流量 是需要跨圆区的 那么我这个流量 我就拦截掉 把这个流量转发给这个Gate-Win节点 对吧 要是这个流量是自己园区内部的 比如说我是Port 这个园区内部的Port的访问的话 那它就不拦截 那么就继续走的是CNI的那一套路由规则 所以说它这个路由规则 这个优先级比CNI那一套高一点 就是它会先拦截这种跨圆区访问的这种流量 如果是那种流量 它就会转发给Gate-Win节点 由Gate-Win节点再转发到其他的Gate-Win 那Gate-Win再转发到对应的Port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比如说我边要访问云端 或者云端要访问边 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隧道 以及这个节点上配置的这些路由规则 然后把这个流量转发到对应的节点上去 甚至我们两个边缘节点池之间 我们要访问的话 这个流量也可以经过云端 做一个转发过去 就是我两个园区之间 他们在这个流量也可以通过云端转发 对吧 OK 但是其实这边可能大家想到 比如说我两个园区之间 可不可以直接互相之间 之间直接通信 就是我不经过云端 因为经过云端的话 首先这个公网成本还是非常高的 而且这个延迟也非常大 但是这两个接点池 我们看到它所有的建设都是在Net后面 对吧 他们之间都没有公网IP 那怎么去建立连接呢 我们这边其实是把这个也实现了 就是它利用一个S-turn 一个打动的一个能力 就是说它首先建立 比如说我这个 比如说这个接点池 首先跟云端建立连接之后 它是会把这个它自己的一个 S-turn的那个协议 就是说它自己的 这个它出公网的那个设备 比如说那个路由器的一个 比如说它的一个端口信息 以及它的一个IP信息 它会注册到集群里面去 那么另外的边缘的那个接点池呢 它就会感知到这个集群里面 这些信息之后 它会主动给它打一个 就是根据这种S-turn协议 给它建立一个VPN隧道 就是我们这个橙色的 这个隧道建立了之后 所有边缘之间互相通信的链路 这个流量就不需要经过云端了 它们之间可以互相通信 这个就是我们正常那种 就是大家经常用SSH去打动的 这个其实就是类似的 所以它边缘之间 虽然都是在内网 在防火墙后面 我们也可以经过这种VPN 以及S-turn的能力 然后把这个直接可以 把这个隧道构建出来 然后可以直接通信 然后它这个通信的效率呢 我们其实实测的效果是 比通过云端转发 大概能提升一个 30%到50%的这么一个效率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整个这个解决方案 其实也是非常优雅的 它每个节点池里面 就是说它首先跟CNI 是完全兼容的 就是跟Flander啊 跟Catical 这种原生的CNI 容器网络方案是兼容的 同时它又解决了这种 跨云和边 或者边和边之间 这种网络通信的需求 OK 这是这个Reven 做第一的这种 做第一的这网络通信的 一个标准的一个解决方案 OK 接下来 我们看一下这个 网络带宽的一个问题 就刚刚说到 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 就是我们 我们可以看这个图 就是我们在云边 云边这个 这种场景上面嘛 首先我们云和边之间 因为走着公网 其实很多时候 这个带宽是有限制的 因为这个公网代表成本 也非常高 有的时候在很多场景下 它这个公网 其实这个带宽 也做不了太大 就是它有一些 网络设备的一些限制 或者有一些 这种立旧的设备 它这个 其实这个带宽 其实是有限制的 所以说 但是在我们 KPS这个系统里面呢 比如说我们要是 其实我们自己 也经过了测试 下面我有一个测试报告 这个链接放到下面 要有兴趣的东西 就可以看 就是它这个 它这个测试 我们经过测试的时候 就是当用户 要做一些应用的 大规模发布的时候 它会这个 云端 这个APS这边 这个出口流量 就突然有一个 就是它们这个流量 会增长非常快 就是很容易产生 那个 就是带宽 带宽用塞的 这么一个现象 它这个原因是这样的 就是说 你在那个Port 做这个升级发布的时候 其实就是说 有Port的创建和删除 对吧 Port创建删除 其实对应的 这个Endpoint Slice 就是有一个变化 那么Endpoint Slice 这个资源呢 又需要推送到 节线上 每一个节线上的 CubePorsy 对吧 那你 这个全量的 Endpoint Slice 都要推给每一个CubePorsy 可想而知 这个数据量就非常大 所以我这边中间 画了一个线 一个特别粗的线 就是这个带宽啊 跟每个节点上的带宽 它其实是有一个 叠加的一个作用 就是说 做到带宽 就会形成一个 这种暴增的一个效果 因为每一个节点 都要拿这种 全量的数据 OK 那我这个问题 怎么来解决 比如大家想 你要解这个问题 怎么解决 比如说我 这个线 比如说它的 这个生产现场 它就是因为带宽 这个问题 我就没有办法 上你这套系统 那我 而且它 它就是这个带宽 那就有限制 那我们怎么来解 我们又不想改 开BIOS的吧 我们不想改 那我们怎么来解 这个东西呢 因为我们首先 这边有一个背景 就是大家知道 就是CubePorsy 每个节点上的 CubePorsy 或者CodeDS 它拿到的 Endpoint Slice 都是整个集群 所有的 就是每个人 拿到这个Endpoint Slice 都是一样的 对吧 那既然是拿到一样的 那我可不可以 就由一个人去拿 不要每个人都去拿 其他人 去用它拿着就可以了 那其实这边的话 我们是 有一个这样的 叫流量复用的 一套解决方案 就是首先我们 基于YardCodeNet的一个 分布式 分布式锁的一个 选取能力 那么YardHub 是可以把这个Leader 给选出来 每个 比如说节点池内部 这个圆区内部 YardHub 首先每个节点上 YardHub 可以把这个Leader 选出来了 Leader选出来了之后 这个Leader 它发起这个 N-Point Slice 这个数据的一个请求 就是中间这个蓝线 它会Listwatch 这个N-Point 就是你N-Point Slice 有变化的时候 就由Leader 去获取就好了 Leader获取之后 写到这个 KV存储的 这个YardCodeNet 里面去 就是这个 YardCodeNet 就是提供KV存储 提供分布式锁的能力 然后把这个数据 写进去了 那么就是 这个Leader 这个事就做完了 然后同时 比如说 米格节点上的 CubePorsy 它要去访问N-Point Slice 的时候 它这个请求 因为我们知道 它会经过YardHub 那么YardHub 它会把这个请求 Redirect 就是它会做一个 这种转发 它转发不是到云端 它现在转发 可以转发到YardCodeNet 就好了 所以就会 所有的人 每个边界的 CubePorsy 访问到的 N-Point Slice 其实是从 YardCodeNet 里面拿到的 所以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它所有的通信 就是整个一个 节点池内部 所有的节点 比如说要访问 这种全量的 Ellipop Size 它其实只需要 只需要一份 只需要用那个Leader 去拿取一份就好了 而且这是一个实施的 它随时可以 随时可以实施去更新的 然后其他的人 也是可以 直接就可以 共享这一份数据 通过这个YardCodeNet 这个协调的能力 然后来分享这个数据 然后这样达到一个 流量复用的能力 所以以前我们可能是 比如说一个园区里面 可能有十几二十份 几十份 那么我们这边 只要减到一份就OK了 所以这个通过这个流量 浮用的能力 可以大大的降低 这个云边通信的一个成本 以及整个这个方案 也是一个非轻微的方案 就是而且对这种网络设备 也没有任何要求 因为它是一个七层的一个能力 OK 然后网络我那里也完了 然后最后就是我们的一个 社区的一个情况 首先欢迎大家来 start我们的这个项目吧 第二个是我们的一个slag的一个 就是一个信息 接下来下面是我们一个丁丁群 和一个微信群 然后有信息的东西可以加一下 然后丁丁群的话 可能信息回得会快一点 然后现在这一号群 已经有一千人 然后也满了 然后二号群大家可以加一下 然后微信的话是可以加的 但是微信因为可能有时候 平时上班看的比较少 然后大家可能 但是也会有其他的社区的同学 比如招政他们这边 也都会继续来 就是也会很快来回复的 OK我这边大概就是这样 然后大家 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OK 因为就是像你刚刚提到的 就是带宽是一个很受限制的问题吧 像普通米修斯现在的一个格式 它可能会有很多无用的数据 就是数据笼余比较高 对于带宽的利用 以及说日志 像我们用封闭的 实施打过去的话 这些问题 像我们一样 你们有没有一些解决方案 去减少监控方面的带宽 对 不过你说的这个问题 跟我们现在目前这个解决方案 我们这个解决方案 其实主要是跟API Server 之间通信的带宽 所以是跟你监控的数据 还不是同一个 当然你说的普通米修斯 如果假设是部署在云端的话 其实你这个带宽是没有办法省的 如果你有这个限制的话 其实建议就是说 你每个园区去布一个普通米修斯 它最后处理的一个汇聚的结果 再上报到云端就好了 不要在中心去部署 可能这样会解决你的问题 OK 刚刚看到就是在每个NodePort里面 他们都是有一个内网去互通的是吗 你说有一个什么 内网 内网 因为我看到有很多HNode 然后还有一个Coordinator 他们之间是 好像就保证他们之间的网络是稳定的 对 因为它在一个园区内部呢 它可能都接到一台交换机后面来 对吧 还有就是因为我刚刚看到一个 就只有一个Coordinator在上面 而且很多东西都依赖它 会不会有一些单点故障的问题 比如说哪一个 比如说 就是Coordinator 如果Coordinator挂了之后呢 比如说最后一个吧 对 比如这一页 Coordinator它不影响 它要挂了就挂了嘛 挂了没有任何影响 那其他的Agenode 它不是要通过Coordinator去跟APC 因为它这个请求是这样的 因为它这个请求经过Yahla Hub 如果Yahla Hub 发现Coordinator挂了 它这个请求就转发给云端就好了 这个是一个 它是自动调写的过程 正常我们这边 到我们这边有很多细节 有很多策略 就是我们它首先 比如它挂了 它也是一个容器嘛 它所有的数据全部存在内存 而且它没有高可用的需求 它不需要做高可用 它就是它挂了的话 它自动起来就好了 自动起来的话 因为利用本地这些缓存的数据 又可以把它的数据 全部可以恢复出来 所以你跟云端淡网也没有关系 它整个这个内部 它是完全一个自动协调的一个过程 但是像其他Yahla Hub 它怎么知道原来的Leader 已经不再是Leader了 就是Coordinator已经挂了这些 感觉这是 就是它 当我们这边有一些 健康检查的一些机制 就是来防止这块的问题 谢谢 你好 我请问一下 就是以前面介绍 那个VPN的那一页 我问一下你们 有一页介绍 对对对 问一下你们就是说 现在这个EdgeLoad上面 是所有的控制面和用户面 访问云侧的 都会走你的VPN吗 还是说你们只建议 比方说业务是走VPN 控制还是 比方说走另外的那个大网通道 现在是 就是监控数据和业务数据走这个 然后控制面还是直接 走那个公网 然后Yahla Hub那边出去 Yahla Hub也可以走这个 也可以走这个VPN 也可以 也没有问题 这个就是看你的一个具体场景的需求 比如说你要是对这个安全 有非常非常高的需求 就是也可以走这个VPN 就所有的数据都可以走这个VPN 也没有问题 就是我们那边 其实现在Yahla Hub里面 是支持这种多链路的 就是说你这个链路 比如说一条链路坏了之后 可以走另外一条链路 然后链路可以优先级指定 就是你 当然那个能力没有 在这里面说 好来介绍 Yahla Hub这边 比如说我们 他们有专线 也有公网的 就是你可以选择多条链路 配置上去 然后它会首先 就可以走专线 比如专线发现 有出问题的时候 它会这个流量自动走公网 那比如说 你可以把这个VPN的 这个链路指定上去 那么也可以走VPN 也没有问题 谢谢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 现在你们已经实现了 就是一个节点和云之间 那个 Yahla Hub吗 对 还是那个Raven的VPN 可以有多条 云边之间 是多条VPN通道 就是比如说你有VPN通道 对吧 也有公网的通道 对 就是这样的链路 比如说一个VPN 当然VPN本身这个链路 也是在公网上面 对 就是你可以选择走VPN 也可以选择直接走公网 都可以的 谢谢 有支持 那我再问另一个问题 就是 你之前提到那个K8 就是那几个优先期 比如说你说有了那个Raven的VPN以后 你会优先期最高的 就会选走VPN 是吧 就是云边之间 优先走VPN 那你现在就是像云边之间 像那种防卫云测 K8 API server的那种 就会默认 优先期最高的都会走VPN 如果要想不走你的VPN 找那个大网 是哪里可配吗 没有 首先这两个链路是可以选 就是你当你一选到哪个优先期高 是自己选 可配可选 对 可配可选 好 谢谢 这两个问题都被我回到要了 其他东西还有什么问题吗 好 要没有 那我们就谢谢大家了 谢谢 谢谢 谢谢